百年大季 教育為本 教育大經 教師為本 知識文家寶努力 今年在第二十五個教訓節到晚天溪說的一句話 我認為他的正說法很有道理 所以教育的重視有助於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也普通民眾有助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機會 甚至有助於提高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而教育制度的核心在於教師的資格 出為人士的我 甚至正人天正品的道理 我知道 要想成為女合作的教師 那麼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怎麼樣成為女合作的教師 什麼叫道德修養 什麼叫會學生服務 我想結合我個人生活經驗以及新的教學方法 來討論這些問題 正所謂知行可依 只有我知 只有我行 我才能夠自逃 大家好 我叫龍沙夏 我實在是還有州立大學漢語提交公眾的研究生 從小 我的生活就跟語言 跟不同文化有明顯的關係 這也是我對語言的學習 對語言的教學 留著女生俱來的興趣 我雖然是美國人 卻來自另外一個國度 而這個國度 我們在基礎上已經找不到他的名字 所以可以說,我是另外一個時代的人 我也是從一個已經改過名字的城市走來的 也是在一家已經被拆除的醫院出生的 那就是蘇聯聯英格勒的一家廠的醫院 我的外婆和阿姨都是原教授 媽媽是翻譯,所以我從小就有幸 聽到一些陌生的語調接觸沒有見過的詞語 那時候也開始悄悄蒙生出 對語言的興趣 九歲,翻譯美國以後 我意識到,學院能夠為我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機會 於是我初中的時候就開始學法語、古德語 高中就開始學中文 大學也學了兩年拉丁語 我的家裡的人還是跟語言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還是跟語言非常感興趣 我覺得語言或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國民 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學會一種語言 就像打開一扇心窗戶一樣 你可以看到近的風景 嗅到近的氣息 也可以有些新的歌舞女性的經歷 那時候我卻為一個經歷 讓我意識到一個教師只有愛當的經驗 才能夠為人師表 為人主緣 具體來說 發現一個教師教學的方法 好壞在於她對自己職業興趣的深陷 和激發學生學習熱情的能力 所以我在貴州師範大學 教理論音樂課的時候 盡量從學生的角度看問題 不斷地問自己 善下 你為什麼喜歡學語言 走到來的以後 我就可以有更好的辦法 激發學生對我的課程的興趣 這樣可以實現有效教法 也可以說 作為教師 我們必須熱愛其他的語言 熱愛他國的文化 並隨時把這些熱情 與我們的學生分享 我課上使用的教學法 叫文化體驗教學法 是我還有中一大學 文維克教授發明的 病師受學生歡迎的一種教學法 這個教學法在於 課上我讓學生用外語表演一些場景 然後老師在一旁 強調語言和文化的關係 一方面這樣的方法 讓學生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他們可以體會 感受到這個學語之用的過程 也可以學會與不了解的人 甚至憑水相處的人 進行溝通 另一方面 想聽自己 用於新的語境 也可以幫助他們 學會他們的用法 可以說是個 一句雅各的方法 中國有一句俗話說 一日之際在於晨 我們則認為 一生之際在於大學之體會 大學是我們職業生活的開始 所以我們不能錯過這個 學生的好奇性 和興趣的職業家機會 作為教師 我也希望抓住這個機會 對我們學生外力的學習 產生一點點影響 使他們有一個 極進美好的大學生活 那正是我這一生中 最難忘的美好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